I'm hungry for the road all my life 听不一样的歌 开始我们不一样的每一天 我们不一样 却都也一样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赖清德第二支竞选影片曝光 诉诸改信 点出台湾人的温暖善良 强调赖清德跟大家 都一样 一样有爱心 一样正直 一样热心助人 认真的你 值得选出跟你一样好的 而影片中不见副手萧美琴身影 就是因为她在二十六号 已经悄悄赴美 要进行驻美代表工作交接 据了解SOP包含所管业务 经费财产清测 跟党券资料等等都得移交 但完成程序之后 萧美琴就会带着四只爱猫 一起返台团圆 届时在蔡总统准辞之后 萧美琴就会正式卸下 驻美代表身份全力拼选战 而小美琴跟赖天德登记当天 衣服上别的猫狗凶章 还因为反应热烈 赖伴也拍板即将上架贩售 滥桑小铺悄放上凶章 二十八号中午十二点开卖 凶章分成白色绿色 各限量五千个一个一百元 仅限实体贩售 甚至还有民众以为二十七号就开卖 结果铺了个空 我们以为已经开始了 我们就是为了徽章来的 因为我们已经买过其他东西了 除了就是看到 是赖清德的IG吧 然后就很想要这个 热度非常高 几乎每个进来直接就先问 那个徽章那个小物 什么时候可以买 而因为询问度太高 相关图档授权 各地方总部能够自行映制 要让赖小佩宣传小物在全台遍地开花 在这里等到朱树珍 台北报道